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凹陷了 凹陷了就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呢 我们取血应该说是长得像自己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争持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子争持的话 病人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因此呢 如果你熟悉了的话 这个血位啊 那我们可以让病人把手掌放到自己的胸部 对不对 这样你自己摸这支凹陷 是不是啊 你最初不熟悉的时候呢 你这样转过来 啊 这样转过来 那么熟悉了以后呢 也可以掌心像自己 好 就可以了 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知症 知症这个血位呢 它是落血 啊 落血 这个名称啊 就说明了它是取血的方法 血方法就是要知症 古人说呢 就是用手啊 拖 拖着那个下巴 啊 下巴这个地方 实际上拖下巴是不是掌心也是像自己啊 啊 就这样不能够掌心向下 啊 就说我们要知症的方法啊 这样来取这个血位 那么要找这个血位呢 就还要先找下个血位 小海 小海这个血位呢 注意和前面的手上银心筋的 和血叫什么啊 我们前面讲的 少海相见别 对不对 一个小一个少很容易混啊 你你这样想嘛 小长银子就是小海 是不是啊 你分别开来了 那么这个血位叫什么地方啊 在持骨阴嘴和公骨内上科之间形成的奥陷当中 我们书画讲有时候不小心手一碰 碰到这个麻精 麻精是什么 持银精对不对 就就去走不要太厉害 微微去走啊 大约是一百二十度左右吧 这个时候这个凹陷是不是很明显啊 在这个凹陷当中 这个是小海 那知症呢 就是我们掌心向自己 小海和前面的羊骨穴 我们前面学了羊骨穴 做一条连线 在这个连线上 在羊骨穴上五寸的地方 在羊骨穴上五寸的地方 这个就是持鎮 这三个血位的部位就这样的了 好 下面这个图呢 看不出来 只是知道它的尺寸 但是实质上看不到什么很明确的东西 下面我们看组织 这三个属血 组织相同的地方 第一点呢 就是明目可以治疗眼睛 目视不明 目视不明 因为它的经脉是到目内子和目外子 可以治疗眼睛的疾病 眼睛的疾病 那么这个作用呢 特别是养老学用的比较多 养老学没有要求 不是我们常用的血 因为为什么叫养老呢 就是可以常用治疗老年人的病变 老年人是不是眼睛不太眼花嘛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出现腰痛和手臂的疼痛比较多 这里呢 就是一个 就是可以事物不明清 第二点 通经活路的作用 通经活路的作用呢 主要是治疗经脉锁部位的病变 以及举部的病变 然后我们说 上肢 外肢的后缘 以及手臂啊 肩部啊 这些病变 也是 因为它做走过眼以下 差不多会远曲啊 它有远之作用 就是经脉循运所过部位的病变 好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哈 下面我们看特点 特点方面 养老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但是这不是我们要求的常用穴 要求的常用穴呢 主要是施症 那 治症这个行为呢 通经活路的作用 还可以治疗头像病 就是和经脉循运停所过部位的病变 所过部位的病变 这个呢 用的比较多一点 有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它是它的这一个作用 通经活路的这样一个作用呢 它还有的人在灵状章 还把它用于极性的腰扭伤 有人把它用于极性的腰扭伤 也有一定的疗效 但是呢 这书上呢 它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这个可以做个参考 可以做个参考 也许你什么时候用得上 第二呢 曾经习风临行安神的作用 我们说这个知症血呢 为什么有真经习风临行安神的作用啊 心神的病变 它是什么特定血啊 它是落血 对不对 落血 除了治疗本经的病变 还可以治疗什么啊 复为表里的经脉 就是它相理的经脉 心经的病变 因此呢 它就可以用于癫痪啊 或者一些神志异常的这样一些疾病 神志异常的病变 这个和它的落血有关 同时它的 它这个 待会我们再说啊 它卸热 它有卸热的作用 它卸热呢 可以用一些热病和疮痒 疮痒 我们说猪痛疮痒 应该是接触于什么 心 它也是落血 也有关系 可以用一些疮痒 其实呢 针灸对有些疮痒效果是特别好的 当然它的方法不一样 不一定说我只用这个穴位 除了用穴位啊 还有一些方法 还有一些方法 以后你们学了那个 究法哈 呃 你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究法治疗这个疮痒也是非常好的 啊 而且有的是 呃 很长的时间不愈的 啊 不愈的我们都可以用针灸的方法 能够帮助它啊 而且有的可以就就全部治愈啊 治愈 所以以后你们学了那个究法的时候哈 你们就会知道一些 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呢 古人记载啊 可以用于消渴啊 消渴不等于糖尿病啊 啊 原来认为 糖尿病 消渴就是糖尿病 它只是 由糖尿病当中 表现为消渴的这个症状来 现在有的糖尿病没有症状 对不对 它就不称为消渴 但是呢 糖尿病是存在的啊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落脉的时候 提到的 它可以用于什么 油啊 可以用于油 但是这个油呢 实际上针灸效果也比较好的 不过我们没有专门只用这个知症学去制的 是啊 呃 那么这个扁拼油 有的是在恶部对不对 有在面部 有的是在手背和前臂 这个是耗法部位啊 耗法部位 那么可以用针灸的方法 你们对于你们医美专业来讲 这个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病了啊 啊 那么这种病呢 中医讲往往是属于症气虚弱啊 啊 症气虚弱 气虚引起了 西脚 西脚就是免疫功的低下 啊 那么讲抗病能力降低了 那么可以用一些针灸方法来调理啊 调理 那么有的也是用一些药啊 药 而这是知症学的一个 一个特点啊 消耗学我们没有要求啊 呃 他也是治疗经脉全线索国部位的病啊 因为他可以治疗 呃 也可以治疗神志一场 啊 因为他是和血嘛 啊 治疗相应的脏部病 除了小伤病以外啊 啊 主要就是那个心脏病病 好 其他我们看一下就行了啊 我们不要求 操作方法 可以指次 可以指次 这几个穴位 啊 那当然像小海区我们就要注意了 因为他身部有什么 持疹阴对不对啊 啊 因此我们指次要注意深度 多数呢 我们可以采取血痴的方法 啊 血痴方法 可以根据病情的需要用纠法啊 啊 根据病情的需要用纠法 特别是那个小海区呢 他是 在齿骨阴嘴和公骨内上科之间 我们说网球走 他不仅仅是公骨外上科的病 他有的是涉及到齿骨阴嘴和公骨内上科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也可以用小海穴 还有前面我们说的什么 心境的什么 少海 啊 可以配合起来 嗯 嗯 临床应用我们就不介绍了哈 下面呢 我们介绍第三组穴位 肩部的穴位 肩背部的穴位 就肩甲部哈 肩和肩甲部的穴位呢 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 很多效果很好 这个里边呢 只给大家提了个要求是什么 天中对不对啊 成岳是天中 那么这一部分穴位呢 组织 呃 不复杂很简单 我们重点呢 放在他的定位上啊 啊 放在他的定位上 我们看一下他们 他们的特定学的类别呢 除了交位学以外呢 其他的没有什么啊 交位学我们不要求啊 没有要求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几个数学的部位 啊 那么我们这个几个数学的位置呢 这是文字上的啊 文字上的 下面呢 我们 看这个图 啊 先看这个图啊 这个图呢 先看这个坚真学 啊 先看这个坚真学 啊 对不起 这里 这个 这个打 这是天中 今天改就改到哈 好 嗯 我们看这个图啊 先看坚真 坚真学呢 很好找 我们手臂是呢 下垂的时候啊 我们叶文头 直上一寸的地方 啊 直上一寸的地方 这个就是坚真学 那么这个一寸有什么找呢 这个是 这个地方是没有尺寸的 对不对 你们可以用病人 他的母指 同身寸 就是一寸 你可以看一下 我量一下 然后放上去啊 上一寸的地方 就是坚真 啊 然后从坚真指上 就是耶和文头指上 指上一直推 往上面推 你们可以自己相互 找一下 你们有的同学 以前也找过啊 往上推 推到肩甲岗的下缘 就推到有一个突出的骨的地方 这个下面呢 就是落树穴 啊 推到那个下面 就是落树啊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天中穴 天中穴呢 是肩甲岗的正中 那么这个港下窝的正中 那么这个港下窝的正中怎么找 在皮表怎么定位 你们怎么找的 我们说 注意哈 大家注意哈 我们这个肩甲骨啊 我们从背上能够看到这个肩甲骨的三角形 是不是啊 它有个三角形的 这个 它上面这一条边 就是肩甲岗 它不是肩甲骨的上角的那个上缘 而是肩甲岗 那么我们这个肩甲岗 这个三角形找到以后 好 假设我们这样画的是一筒嘛 假设这样的哈 因为肩甲骨它实际上是这样的 上面还有对不对 啊 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一条边呢 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条边呢 它上面这个 是摸到的 或者看到的 这个就是肩甲岗 然后它稿向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三角形 我们找它一个相对的一个终点 这个终点就是肩甲岗 啊 这个就是肩甲岗 啊 那么就是天中穴 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 这个是 这个肩甲 这个天中穴是不是很安全的呀 它身部是肩甲骨 你不可能真是把这个肩甲骨吃穿 对不对 找准确了是非常安全的啊 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那么这个天中穴找到以后 你看哈 我们这里是不是 这里看起来是不是一个三角形啊 这三角形是不是相对的一个终点啊 啊 它正中啊 这个就是天中 天中 从天中指上 从天中指上 我们在肩甲岗的上原这个地方 我们找 easily 他是肩甲上窝 是不是 啊 adopter 这个地方就是被局甲 你们可以自己相对找一下 你安押这个穴位 这几个穴位都是有腰空的 把一般都是有腰痛的 感觉是不一样的 啊 这是 healed 那么在要照 旧原 今天怎么找 桥 earthly 港的上缘 往背正中线方向 然后这里是背正中线 再放上推 推到这个边缘的时候 这要换 推到这个 靠近它的边缘 我们再往后一推 是不是这个鼓就没有了呀 这鼓的外面了 它就退回来 这个地方它是个弯曲 这个凹线 这个就是取缘 取缘就是弯曲的墙 对不对 缘分就是强的意思 它是这样的 在这个内侧 一定注意哈 不在这个外侧 不在这个 不在这个外面 应该是在鼓 那么找准确了 是不是也是在 深部也是先下鼓啊 先下鼓 这是取缘 下面是肩外时候 肩中枢 肩外时候肩中枢呢 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是它深部 稍微 它深部应该说是 肺的肩部的地方 对不对 那么怎么找呢 其实我们从第一胸椎 第一胸椎我们讲 大家知道第七颈椎怎么找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有的人呢 就是最最高起最大的这个 往前斧头的时候 最高这个股 但有的人不是 有的可能有两个 甚至有三个大的 或者是一个都不大 那么你们的找法 是不是 第七胸椎啊 它是要动的 第七颈椎是要动的 第一胸椎的 是相对不动的 那么你刚好摸到这个 当病人呢 左右 缓慢的摆动头 你感觉在动的这个椎体呢 就是第七颈椎 不太动不动的这个呢 是第一胸椎 如果刚好你估计的对 那么你就可以找到了 对不对 那么这要从上往下数的 第一胸椎几度下 旁开三寸的地方 那么这个三寸呢 是以肩胛 骨的内侧缘 以内侧缘为界的 旁开三寸的地方 这个是肩外书 第七颈椎几度下 旁开两寸的地方 是肩中书 虽说这些书血呢 没有要求你们 不是长一屑 没列入长一屑 但是实质上 临床上很多人常用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 是不是那个 颈肩的病特别多呀 肩背痛啊 或者是肩脊中扩针啊 包括你们自己 可能有好多同学 都有这种情况 有没有这个 什么脖子痛啊 肩痛啊 这种情况 都有的 那么这些书血呢 都是常用的 都是常用的 好 那么这几个书血来看 找准确了 我们看到的 肩针 闹书 天中 禀风 取缘 是安全的 对不对 假设你们一照准确 就有问题哦 特别是你往 这个背正中方向靠 那深部就有飞上 那肩针外书 和肩中书呢 特别是往下的时候 他也是有飞肩 要注意 他是在胸腔 靠近胸腔 这个地方啊 好 这是他们的部位 他们的部位是重点咯 组织很简单 就是个禁止作用 然后根据他们所在的位置 主要用于什么 肩臂 或者是肩背 或者是肩颈的便便 或者向背的便便 或者是肩背 反正又是举步 以及就近的 这些部位的便便 那么针九科 比较常见的 我们说一个是什么 颈椎病啊 一种肩颈融合针啊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肩颈作用为主 那么这个天中穴呢 往往也是 我们作为一个肩背病啊 或者是肩关节病病的 一个早压痛点的地方 就是我们切诊的地方 很多人呢 比如说肩周炎的病人 有可能就是在天中穴呢 它有明显的压痛 明显的压痛 特点方面呢 我们这个肩针穴前面 肩针好像没要求在您这里 其实我们讲了个肩针针 对不对 就知道啊 有个肩针穴了 我们就不多说了 天中也是 天中还有一个其他的作用 虚拈状啊 因为它在背部 不管它身部有没有骨 它是 它骨的下缘 是不是有肺呀 好 因此呢 在背部呢 还可以用于气喘 可以用气喘 那么另外呢 就是可以用于乳庸 可以用于乳庸 前面我们再讲小长筋的时候 那个哨泽穴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就提到了 它可以配合天中穴 可以配合肩颈穴 治疗乳庸 效果比较好 效果比较好 当然 一般的我们说 在症疚课啊 很难碰了这种病 但是呢 实际上啊 碰了这种病以后呢 效果比较理想的 此外呢 还有就是说 有的它不是乳庸 它就是一个乳腺小业 症疹 你也可以用症疚的 基本上既然可以作用于乳房 那么它是不是经济不通 它还是可以用啊 因为乳房小业症疹 这个也是啊 乳房小业症疹 症疚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当然我们同时要辨认取血 就说从西角度来讲 就是要调整它的内分泌 这个可以有效果 有效果了 但是要注意哈 有一种没有效果 就这个病人呢 同时在吃那个避孕药 避孕药本身就是紧疏 对不对 它就没有效果 它平了以后 它自然就好了 你砸针灸 它又在吃药 一边在吃药 一边在砸针灸 肯定就有问题 我们看就是其他 气喘和乳用 尖外书尖中书呢 我们说这个尖中书 也可以有止咳平喘 也可以叫肩胃痛 其实都是一个什么作用 是不是禁止作用 不管它有没有效果 只有一个天中治疗乳用 它不是禁止作用 只有这一点 其他都是禁止作用 我想这几个数据呢 我们不用多说了 超多方法 可以豪征止刺 但是呢 像肩中书肩胃 是注意方向和什么 深度 其他找准确的是安全的 就排除找不准确 排除找不准确 这种情况 可以根据病情的学样 有九法 或者是八管的方法 你看这个背上的血液 肩背的血液 是不是很好八管啊 假设它是有寒湿 或者有湿热 你就可以八管 就会八管 我想这几个数据呢 主要就是这些 临床应用呢 基本上也就是个禁止作用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血液呢 是天窗和天荣 这是在几腔部的 这个不是你们的常用血 但是我要提一下 提一下 提一下主要是提它的部位 天窗和天荣 这两个数据呢 在几部治疗 作用方面还是很有效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天窗血 天窗血这个血液呢 是平结合 我们说结合 引一条平一线过来 在胸所乳酥铁的后缘 这个就是天窗 这个是天窗血 那么再到与它相平的 胸所乳酥铁 这个结合平过来 前面我用这个空的这个圈啊 不是实性的这个圈 是不是还有两个血液啊 我们讲过的咯 一个是人瘾 一个是浮屠 人瘾 天窗血是在胸所乳酥铁的什么 前缘 浮屠呢 中间啊 中间 那么在以前呢 还给它一个尺寸 那么平结合 胸这个 旁开结合 旁开1.5寸的是人瘾 三寸呢 是这个浮屠 其实呢 我们就说以凶手乳酥铁作为建议 作为一个标志就可以了 就是天窗血 天龙血很好找啊 天龙血在下了脚 上了脚的后下方 是不是正好是和凶手乳酥铁形成的一个凹陷当中啊 啊 你们注意一下 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说一下 你们美容的很有用哦 美容很有用哦 啊 你们经常看到有的打了广告说瘦脸 对不对 真就瘦脸 真的有用哦 啊 但是有一点哈 你这个正义士铁也不是 比如说我现在真了 他好业了 如果你停了 不做了 他是不是又会啊 又会反复 那么你可以什么 你就一个礼拜做一次啊 啊 坚持下来 啊 这些气味都是常用的 就是可以是 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以后啊 他那个肉是不是有松弛啊 脂肪多了 是不是那个 你年龄就不明显了呀 然后你这个瘦位 是不是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呀 是瘦蚀 都是可以用的 啊 可以不应用 那么这两个书线的作用啊 就是个禁止作用 啊 就是个禁止作用 什么禁止作用 自己推不出的出来 能不能够自己推出来 你应该可以哦 比如天窗 他从浅到深有什么 他靠近什么 可不可以自己推 你看啊 天窗瘦可以治到什么病吗 烟和病免 对不对 还有呢 紧箱降痛 对不对 哦 其实就这些病免 就是很 那么天窗瘦呢 他靠近面甲 是不是啊 那面甲的病也可以治 刚才我们说的局部的 那你直接按一下 这个瘦位有什么感觉 是不是也 距离然后不是很远了 也有感觉啊 到有的可以到 反正到这个烟 烟部的呀 这是可以的 嗯 也可以治疗啊 我们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抽中方法可以指次 可以指次 也可以根据病免的需要用具法 其他我们就不讲 我们自己看一下教材 行了 最后两个瘦位 是全疗和听工 全疗和听工 那么这两个瘦呢 在面部啊 广义的这样一面部 我们看一下 他们的类别和定位 类别呢 都是交通瘦 不要求 我们现在主要看他的啊 部位 先看第一个呢 全疗瘦 全疗瘦很好找哦 面部的瘦 你们特别要注意哦 治疗面部的疾病 我们从外指往下一条垂直线 一条垂直线 你自己可以摸到自己脸上 全骨的下缘 这就是全疗 疗的意思就是大的骨 骨空 啊 大的骨刀线 就是疗 啊 骨空就是 这是全疗 听工线 听工线的什么地方啊 你们自己摸到那个耳平 耳平是不是最高的地方啊 最高的这样一个突出的地方 往前一条平衡线 往前一条平衡线 在耳平是不是个软骨啊 你摸到哈 这是个软骨 软骨再往前 是不是就骨了呀 就下个关节 这个软骨和这个骨之间 啊 骨之间 张骨 这个时候找到这个学位以后 张骨 是不是变成一个很大的凹险啊 这个骨人称为张骨有孔 啊 张骨有孔 毕业口这个孔就没有了 但是我注意一点哈 我们真识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张骨 对不对 你可以张骨 但是病人不可能张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早些的时候啊 我们是可以这样 来来辅助你看看 是不是找正确了 找正确了 这就是听功 听功 这个你看这个图哈 这里 这是全疗 这是听功 好 组织 组织呢 这两个数学就是性质作用 也很简单 就是性质作用 但是由于它们不会不同 肯定它们组织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 啊 就是局部的病变 那么我们看这个 全疗这个穴位所在的位置 主要指什么病啊 肯定是面部的病嘛 对不对 面部有什么病就指什么病 比如说面痰是肠穴 面痛是肠穴 那么你按一按这个穴位 身部是什么 牙龄 有人就听说是牙龄 那么牙龄的病可不可以用啊 可以 但是注意啊 不是说你一定要吃穿了 吃上那个牙龄伤啊 就是在那附近是可以用的 就是一个局部的病变 局部的病变 就面部局部的病变 屁股穴 屁股穴是在耳前 因此 根据它所在的位置 它肯定治疗什么病啊 耳的疾患 耳的疾患 那我们说 耳鸣耳聋 平耳 耳痛 是不是都是属于这个 耳的疾患啊 都是属于耳的疾患 那么这个平耳是耳流脓子 但是有一种情况 它不是流的脓子 它是流的水 比如说外耳道的湿疹 有外耳道的湿疹 它发的时候 它有氧 然后它又是水肿吧 它有发炎 它又是水肿 所以说你长大 就把那个外耳道给阻塞了 表面出来就是听力下降 就是耳聋 这个就要注意了 因为我曾经碰到一个病人 他开始就是 他突征发性的 一段时间复发性的 一阵阵的出现这个 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他为什么 检查听力了 检查的那个耳里边有没有问题 后来才发现 它是外耳道的湿疹 那么这个在局部 外耳道湿疹 你针里边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可以在周围的穴位 里边针 那么这个天空的 也是一个 治疗耳迷耳聋 我们可以选这些穴位 就是进步选卷 但是耳迷耳聋 实质上是一个蓝色性的疾病 你不要看 说的什么简单 但是治疗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呢 假音记载 可用于癫狂 就增进癫狂和癫痫 这个病症 但是这个呢 用的不太多 那么他为什么可以治疗癫狂 癫痫呢 我们分析了 这个癫狂的病人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那个肩膳分泌症 女的病人 是不是有幻听的现象啊 那么我们用过 就是肩膳病人呢 他是癫狂 但是他用在幻听的上面 但是是不是就可以治疗 起一个镇静啊 完全治疗这个疾病呢 我们没有用过 在这个用治疗换腻 我们用过的 这个可以大家做个参考吧 这两个穴位很简单 组织非常简单 就是进行作用 那么操作方法呢 可以指示 但是不易过神 而那个庆功症穴位呢 它有些疼痛 比较敏感 因此我们真正的 最好是选个细一点的针 也有您床上有人报道 张口进针 张口进针 这让以后他再合起来 再合起来 有这样一个报道 可以温和酒 或者是无斑很酒 无斑很酒 这个呢 以后你们要学 后面那个持久法要学 什么是无斑很酒 什么是无斑很酒 好 那个守太阳小汤筋的 我们就介绍完了 那么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最主要是治疗外经病啊 它真的治疗脏腹病的不多 主要是治疗外经的疾病 下节目我们再继续 下节目我们再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